挑战在华强北把苹果的所有型号挨个组装一遍 今天挑战主张国航10 接下来咱们开始 首先我们选择的是全新原材料的副厂壳 成本140 磁吸线圈成本5块 全新喇叭网成本1块 原装拆机尾查成本70 原装拆机配件加无线充成本28 短电线成本5块 WiFi配件成本25 灯光配件成本10块 原装扬声器成本35 震动成本9块 原装国航10A ProMAR的主板128G 带轻筒跟前向成本1500 如小伙伴们在选择主板时 一定要选择这种原装无拆修的 很亮很直溜的 这种主板装机以后 才基本上不会出现后续的质量问题 装卡槽成本8块 原拆全好后相图成本400 原装拆机电池成本30 原装拆机瑕疵品成本300 手机装好了 咱们现场开机 手机带大家装好了 成本 手机的成本视频大家看完了 以后你们在入选相当官配件的时候 一定要高于我的成本价 重点啊 唯有可靠的商家 跟稳定的配件来货渠道 千万不要碰苹果的手装机 不然 手装机的学费 你迟早吃了 我是小军 关注我带你看看苹果 所有型号的手装成本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重